我能穿真的 全部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愛變得複雜 失去了原本 你倒是說句話呀 這一回來一句話都不說 你要生氣 或者說委屈你就說出來 你要想哭就哭出來別悶著呀 你都看到了吧 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我就是這麼生活的 我真後悔 當初怎麼跟他們一樣 勸你嫁給離心 這都不怪你 你這是命 我認命 我走了 你不能走 你坐著 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 得找離心 問他爸問他媽 這事到底該怎麼辦 這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 話都已經被他們說絕了 我真的沒有什麼 跟他們可說的了 那就找你公公 看得出來他是一個 民視裏的人 他確實沒有讓我難看過 對 就找他 你爸媽是律師啊 我爸是 我媽呢是人民醫院 婦科主任醫師 真好 那都在北京住嗎 是啊 那你上回跟我說 就你一個人在北京 我爸是博文律師所 首席律師 我們家啊就住在 朝陽公園附近 博文 嗯 我去大律師事務所呀 你不回家住嗎 這離公司多近啊 我剛開始還以為 你是外地人呢 我能在這裏邊工作呢 跟我爸也有一些關係 但是呢 我不希望總是靠關係 我就跟我爸說 我要自己一步一步的 努力往上走 所以呢 只有公司的大老闆 知道我的情況 我就瞞了大家 簡歷上天的也是湖南人 我說嘛 其實啊 靠關係進公司 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最關鍵是 進了公司別婚日子就行 嗯 他們給我這次機會 我很珍惜的 我就跟我爸說 我一定能好好努力 讓大家都認可我 也讓我爸到時候以我為榮 師哥 你會幫助我支持我吧 那還用說嗎 現在像你條件這麼優越 又傷心的女孩可不多了 我也不想給大家添麻煩 如果要是我跟關總監說 我爸跟老總是鐵哥們 那樣的話 自然會有很多好的機會 都來找我 可是到那個時候 不管我有多努力 所有公司的人 都會認為 是我靠我爸的關係 才會得到領導的認可 我可不想那樣 我得改變對你的看法了 那你以前怎麼看我啊 以前 對你的看法挺肤淺的 現在有那麼一點點的敬重 那以後除了敬重以外 你可得多多提拔我 謝謝謝謝 這個可是我的小秘密啊 你可不能告訴第三個人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拉高 好 那以後在公司裏 我就是你幫經理 從湖南來的小秘書 方婷 來 為了小秘書方婷乾杯 乾杯 乾杯 有嫂 你去把那個書房給我整理 謝謝 你還喝得下去粥啊 你有心沒心 叶不归宿也就算了 还被你老婆捉奸在床 打住我啊 什么叫捉奸在床 我和那女的什么都没干 你说没干就没干吗 人家在哪儿发现你的 是否在那个女的床上 你算是命好的 你要是遇到一个坏人你怎么办 讹上你怎么办 打你一顿怎么办 杀了你怎么办 拿你来威胁我和你爸怎么办 妈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你别跟我评啊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把小帆给我借回来 不用借 我两天自己回来了 都这样了 他怎么可能还自己回来呢 就是他不回来 他那个妈 我那个岳母 也会把他给送回来的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张小帆就是千不是万不是 你都不应该干出这种事情来 我都替你丢人 我干什么了呀我 我丢什么人呀 我哪知道那个女的会给他打电话呀 你别再说那么多了行吗 你还狡辩呢你 等小帆回来了 好好的给人认个错 回来再说 刘总 带我程万周 你要做你 好 你好 您所不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您是优秀电话 给文昊打电话呢 嗯 那还是不接呀 可能那天我妈说的话 确实有点重吧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妈她也是为了你好啊 是 但是 这文好 能耐能耐没有 脾气倒挺大的 那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 有时候我也问我自己呀 我到底喜欢她什么呀 我当初为什么就那么爱她 为什么就那么想嫁给她 可是你说 喜欢这东西能说得清楚吗 我就是喜欢她那样的 但是现在想想 不管是从人生观 价值观 还是生活习惯 这些都不是两个人相爱就能解决的问题 需要磨合 需要一步一步 连血带肉地往下撕 才能够前进 其实我现在就是很担心 担心什么 我怕文好 会不会想就这么放弃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根基太浅了 那你想过要放弃吗 其实在你们看来 我对这段婚姻和这段感情好像很有把握 其实 我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我有时候还挺害怕的 都不敢往后想 不管是对她 还是对我自己 是不是我们俩从一开始 就是个错误的 你说这文好啊 真是太有能耐了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能在外面住那么多天 她到底能去哪儿呢 好 姐 其实 在我心里 你没有什么事搞不定 我相信你一样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 嗯 我给你点鼓励 还是你好啊 谁啊 谁啊 是宝宝吗 妈 小凡呢 你自己回来呢 我还真准备让我们家宝宝去接你呢 哎呦 没请自己就回来了 张小凡 你以后跟我们家宝宝有什么矛盾 你回来关上门 咱们怎么都好解决 但是在外人面前 你一定得给他面子你知道吗 特别是你怎么能拿一盆水浇他脸上呢 一个睡熟的人浇一盆冷水 会很容易得到感冒的 你是当媳妇的 哎 你怎么那么不知道心疼自己的丈夫 妈 照您这么说 他在外面找女人 我还得给他留面子 这就是你们离家的规矩吗 这就是你们离家的教养吗 你说完了吗 你说完了吗你 你是在教育我吗 你是在教育我怎么做人 还是教育教育我怎么教儿子 我告诉你这个家里 还没有人敢这么教育我呢 天地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哪有媳妇做个教育 跑步老子跑步干账的呀 你不要以为你怀了我们家的孩子 在我们家里拨法无天 可以随便跟我干账 随便教育我吗 我是这么好欺负的吗 你干什么 你哭什么哭 你发什么疯啊 你还要怎么样 我没有发疯 妈 我尊敬你 可是从我进到这个家的头一天到现在 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为我讨历一点点呢 我还没有啊 我真的以为这一次 你会认识到这是理性的错误 然后你会听我拼命里 帮我说说话 帮我说说她 我太天真了 我天真地以为我们都是女人啊 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同情心啊 怎么就那么一点点 我们真的错了 你干什么去 你不用再管家我了 我没有那个福气 你要干什么 我稍稍等你回家 这么想等我跟你说啊 你如果要走 你走 但这会没有人逼你 你走是吧 好 你走你就别再回来 你跟你说啊 我扰不起你 我还躲不起吗 你也扰不起我 我能快被你被气死了 被你欺负放了 你知道吗 童姐 行李局到了 雷星和你伯伯没留你啊 童姐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要打胎 然后离婚 你说什么 出座车 师父 自己的地医院 回来 你 童也 拥护 肯定 报 走吧 走 突然 快来 继续 好 喂 爸 我是星瑶 你能让大明接个电话吗 大明没回来啊 怎么你们俩人没在一块啊 他 他 他刚刚又 又出门了 电话我没打通 我以为他 他又回家了呢 他没回来 今儿大周末的 你不会走远了啊 要不你打电话问问别人 好好好 我再问别人吧 拜拜 爸 好 最近你 这孩子 oby zg 情感 감사 感可思 拦上你吧 你拦我干吗啊 打他是件大事 你可得想清楚了 黎欣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你不跟他商量我爸带 怕什么 我都不怕了 黎欣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可是从我还生 这个孩子那天起 看连一点父亲的责任 都易鉴到我 你真他们 Seal amor 好 我们不说他 那我们说说这个孩子 他毕竟是无辜的 他是一个生命 是 我对不起这孩子 我还没有把他生下来 我都不能保证 给他一个好的家庭 给他一个好的父亲 如果我要是把他生下来 他的未来注定是不幸福的 我干吗要把他生下来 跟我一起受罪啊 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 以前都是你们替我做主 这回 我想为我自己拿回主意 我虽然不能改变 我现在的生活 但是我至少能选择 不让他生下来 跟我一起收罪 小凡 我怕你不跟林心说 林心他会跟你急 他有什么资格跟我急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想得那么清楚 我要让他们后悔 我要让他们 每人一夜为这个孩子而后悔 怎么回来了 刚才不是很凶吗 说要走吗 有点稚气啊 别回来最好 你这唠唠叨叨叨的跟谁说话呢 我自己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老黎 你怎么回来了 提前回来了 怎么着 我提前回来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没问题啊 谁走了 没有谁走 小凡和丽心呢 欣欣出去应酬了 小凡回娘家了 回娘家了 去串门了 不是 吵架了 你整天不在家 你都不知道 小凡这孩子脾气太大了 两个孩子天天吵架 一吵架他只要一赌气 总回娘家 不单单和丽心吵架吧 我看他老跟猩猩吵架 老说猩猩 我心里不舒服 我就说了他几句 再说 我当婆婆的 我还不能说他几句 小凡怀孕了 丽心还有心思出去跑吗 他不是啊 不跟你一样吗 是工作吗 工作 应酬 应酬 他应酬什么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他的银行啊 和我的手机是捆绑在一起的 银行提示的信息 他的消费 全是在午夜十二点钟以后 全花在夜场上 他应酬什么 我看他是夜不归宿 把人小团给挤走了 我跟你说我也生气 咱们怎么会生这么一个孩子 这么贪玩都这么大了 他就是贪玩 都多大了贪玩啊 就不能收敛收敛哪 小凡现在怀有身孕 他是不是以为我最近给他好脸了 还有你 我不在家就不能管管他 看看他 让小凡走了 让咱们邻居让别人看到 我们对儿媳妇是这样 我们老李家的面子往哪儿放 我这面子往哪儿磕呀 行了行了 老李 你冷静点 你别发那么大脾气 等会儿血压又升上去了 都是我不好去之事 是我有问题 给他打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说什么呀 没人理想 快点让他回来 行行 你别生气 我给他打 我给他打 喂 喂 喂 宝宝 是我 你怎么这么吵 是妈妈 我跟你说啊 你爸回来了 你别老逗我 行行 别老打我爸笑 没听过狼来了的胡是吗 真的是 狼没有 家里有只老虎 你胖不胖 喂 你好 是许总吗 不好意思啊 许总 我是王明轩的妻子 我叫蒋青瑶 你妹啊 有事儿吗 我想问问 你们公司的宿舍在哪儿啊 你问这个干嘛呢 那我也就不瞒着您了 我跟大明办个两句嘴 我说行政不怎么在我打电话呢 说大明住到宿舍去了 哎呀 是我作罪了 不该问啊 那我告诉你吧 你亲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许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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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许总 再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到哪儿了 他不说他马上就回来吗 他肯定会回来 你别着急 你这一大老虎都回来了 他能不回 回来了 儿子 老黎 回来了 爸 嗯 嗯 坐下吧 李欣 我问你 小凡 为什么离开家 我不知道 这个你得问我妈 问我 嗯 问我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啊 问你问谁啊 不是你给他骂走的吗 我给他骂走的 不是吗 你这个孩子 你怎么这样 你有什么伤 往我身上推什么呀 我问问是谁啊 是谁也不归宿 被小凡捉奸在床 把人给气走的 喂喂喂 妈 这你可别诬陷我啊 什么叫捉奸在床 我什么都没干啊 第一次不是你给他骂走的吗 我把他骂走的 是 我为什么要骂他 我哪儿 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行了 好了 第一次 这么说这是第二次了 你们真是亲娘俩呀 互相推卸 互相指责 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到毛病 小凡这个孩子 我虽然接触不多 但是我知道 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温柔 贤慧 但凡他能忍受得了 是绝对不会离开家的 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啊 一个是夜不归宿 一个是 当了孩子面罗就 不多说你了 啊 你们想干什么 还要不要这个家好了 啊 我跟你讲 我这一天天在外边 忙来忙去 拼死拼活 我为什么 我就为了回到家里 图个安静 图个安详幸福 谁要是让我在家里边 享受天人之乐 安安静静着 谁就跟我在这儿住了 谁要让我回来闹心 你像今天这样让我心烦谁叫我滚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消消气 你呢 听见了 我跟你说啊 立心 赶快把小凡给我找回来 找回来以后 你把你身上所有的卡 都交给你媳妇 你媳妇让你花 你随便怎么花 我不管 她不让你花 一分钱都不举动 从今以后 咱们家谁在欺负小凡 就别怪我不客气 别欺负她 这 卡的事 你要不要还想讨价还价是不是 现在就把卡拿出来 慢点啊 我帮你提拼 来 我来吧 真不用 真不用 慢点 小心 小心 护士长 护士长 我不想再等到下星期了 我今天就做行吗 你着急也没有用啊 今天的手术安排都已经满了 我今天必须得做 我多花点钱也行 药流都是可以随时做 但是你的怀孕时间 已经过了药流的碎下时间 再做 对身体可没什么好处 我身体无所谓 只要今天做了就行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叫无所谓啊 你就听护士长的吧 我下星期陪你再来 我真的一刻都等不了了 护士长 就当我求你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 那好吧 我再帮你问问 谢谢 小凡 你这儿何苦呢 洪瑾 我真的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我不想再跟他们家 有任何的关系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一想到我肚子里 怀着他的孩子 他还这么对我 我真的 好了好了 别激动啊 姐陪你等 姐 如果今天医院不能给我做 我就去门口那个小医院的门诊去做 你说什么呢你 反正我今天必须要做了 你神经病啊你 你疯了吗你啊 别拿自己的生命 你疯了一下好不好 真是够渴了一点 晚安 我上个厕所啊 你等着我 小凡 你别怪我啊 这么大的事 姐必须得通知你们家人 别怪我 李西大弟把我的话都听进去 记在心里啊 总让我来出心 就是 把他手机关了 你看哪个红红朋友 小凡的朋友 那么赶紧接 喂 喂 喂 李星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小凡要打拍 什么 我知道了 怎么的 说小凡在医院 要打他 你这个怎么办 那个不能让咱们亲孙子开玩笑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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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得怎么样 你就坐吧啊 你看这个孩子要没了 我怎么跟你算账 不行了吧你 都什么时候了 发红 发红 发红就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你赶紧 快快快 让医院去阻止小凡赶紧的 等一会儿 那个 跟你岳父岳母说 让他们一起去 咱们分头行动 快快快 赶紧 快点啊 李西 小凡要是说声我找不了你 请你先别着急 别着急 你找小凡要紧 你找孩子要紧 咱们以后再说行吗 你来 你找我什么问题 他就是烧起着 小凡 小凡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还帮着他们呢 小凡你别怪我 这么大的事儿 我必须得通知你们家人 你可得想清楚了 小凡 你别走啊 小凡 小凡 你别走啊 你怎么还帮着他们呢 小凡 你别怪我 小凡你别怪我 小凡你别怪我 我今天是想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啊 然后咱们俩离婚 从今以后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再也没有人管你了 小凡 你别这么冲动吧 你生气你干什么都行 你别把孩子挡 真意啊 这孩子可是还咱们肚子 哪儿那么简单 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不心疼孩子 你 你 你就不知道心疼你爸你妈 你不怕爸 你 你 你心疼死我们呀 你要真的心疼我的话 我会有今天吗 小凡 爸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 嫁给林心 爸 爸对不起 你不去说话呀你 老明 你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如果今天你不把小凡 给我劝回去 我离过东西 你个没解儿子 你 还有你 你说人家一个好好的友人 嫁妇咱们家 你看让你们给欺负的啊 不断地出走 这太可笑话了 我哪儿欺负我哪敢哪 我爱他还来不及呢 来不及 习惯了 我错了 混蛋 我不是个人 你再原谅我一次 我保证以后对你好 小凡 小凡 我们宝宝是不好 但最不好的是我 你跟我相处这么长时间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 刀子嘴斗福心 我光图自己说话痛快了 梦梦照顾人家的感受 小凡 你现在跟妈回去好不好 真的不能打孩子 你知道吗 这女人第一次怀孕啊 就不能打 打了以后再也怀不上 你还说孩子 当初要不用用孩子 我们家小凡 才不可以嫁到你们家去呢 现在让你们家这么欺负 我没信给 这孩子是 小凡好文宝部的青骨肉 怎么能随便做呢 听起来 严重了 严重了 今天这个事 确实是我们连心不对 我在这儿代表他 向你们赔礼道歉了 请娘 你就给我个面子 帮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求求琴 在这里我向你们保证 以后我们家 不管谁再欺负小凡 就把他赶出去 小凡啊 这个孩子千万不能打呀 小凡 小凡 我知道你心里对妈有怨气 你老觉得妈跟你不是一个心 就从今天这件事开始 妈就跟你站一块 庆姐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不是我不帮你啊 是你们把事做到这份上了 我们家是没你们家有钱 我们姑娘嫁给你们家之前 我们是清清白白 非常明事理的一个孩子 对对对 是 是 林欣你 你说你娶了小凡以后 你闲着了吗你 你在外面你搞了多少 你自己记得住吗 现在不先不说 先说小凡都不厉害 是 先不说别的 就先说你从你良心里头 你对得起你这合法妻子吗 对不起 就是对不起 还是说孩子吧 要不就你们家上上下下开个会 是不是 你们要不同意这桩婚姻 干脆要不你们打离婚算了 请教会别人上火 不是 我们家绝对没有嫌弃小凡的意思 小凡啊 你就给爸爸一个面子 再考虑考虑 我自己的儿子神不得性 老爸知道 爸爸站在你这边 亲家 亲家 让我说两句行吧 这件事情呢 说来说去都是我不好 我被宝宝的爸给挂坏了 我也是认心惯的 你没看我现在经常跟宝宝搬嘴呢 小凡 妈今天当着所有人面 让你发誓行不行 回家以后 你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家里一切事由你做主 你跟妈回家也不回来 你还在问问他 这样吧 小凡 我保证 我再也不出去玩了 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出去玩了 俩字你说了多少遍了 拿什么保证 我爸说了 从你往后 我的银行卡全放小凡那儿 我身上不揣钱 你让我出去我才出去 这样行吗 小凡呢 这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就是千万别打这个孩子 那也是一条生命呢 对不对 好 这样 我在这儿做个承诺 不管小凡生男生女 都奖励 是不是 奖励这个 奖励五十万 另外那个 离心所有的财产将来 都归小凡来支配 小凡你看这样能不能接近的气 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他这就不是钱的事 就是嘛 这不是钱的事 不是说五十万或者一百万 就能把这 就能把现在的情况给解决了 是是是 这个 我 我知道 你看我这个人哪 除了给他点钱 就不会其他表达感情的方式 通过今天这事 小凡如果能原领他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也帮我这个老爸管教管教他 实际 你说这点钱哪 也就是我们家的一点诚意 一点点 叔叔 阿姨 算了 别愿解 我觉得 黎叔叔说得对 这孩子好歹失调生命 再说 孩子要是在你肚子里听着 妈妈想把他给打了 他得多上心呢 是啊 李欣 这是你儿子 他是你老婆 你说你让你儿子知道 你整天这么欺负他吗 他也多难过呀 爸 今天如果不是你来的话 我肯定不跟他们走 我肯定不跟他们走 李欣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哥哥 我看着你的名字上 我天天原谅你一回 但是你尽出了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他要是再有一次的话 就给他扫地出门 哎呀扫地出门什么呀 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家人 小范是多好的儿媳妇啊 小范咱们回家吧 iser 别认为君让人看 走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上两天办就辞职啊 对不起啊 经理 我家里出了点事 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吧 要不给你放两天假 不用了 我们家这事 估计一天两天没有结果 我得回家盯着 我又怕耽误了公司的工作 所以我还是辞职吧 那上这么两天班 那这个月工资 我不能给你结算 那当然当然 我哪儿好意思要这个月工资啊 您别怪我就行了 您刚把我招进来 我就辞职了 实在是对不起啊 那好吧 让爷爷出去办一下 辞职手续 哦 好 好 谢谢 哎 你倒是让着我点啊 不行 不能给你传奇的机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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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话有点线 小奶奶 真的有 你们看一下吧 真有 哎 你等我啊 哎呀 你还这样啊 不管不管 反正我赢了 回来啊 老公 老公 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接我电话 只好发个短信给你 我再调一关啊 也许你此时正有美女陪伴洛布斯鼠呢 但这里终究是你的家 见一面好吗 怎么了 没事 我出去一下 你进吧 每个人情的情报 宿舍住得挺好啊 你爸走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他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回 你是因为我爸不愿意回去还是因为别的 你爸前天要走 我后脚就回你心吗 那他毕竟是我爸 我也不能赶他走啊 那他就住呗 我继续住我的宿舍 大明 新妖不是我不回去 我就算回去了 和你爸也得吵架 我回去干什么呀 你爸走了我就回去 这是我的第一件 行 我已经把工作吃了 回去扛着咱们家房子 我再想办法让我爸走 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你又把工作给辞了 那家里的事也得有人看着呀 我爸的事我会负责任的 他走了你就跟我回家呀 他走了我就回 是吧 Thrones 瑶瑶 哎呦这不亚童吗 哎有文昊消息了吗 他不让你说是吧 这个 别装了 赶快告诉我我挺着急的 我最近也不怎么见到他 我就听朋友一说 他被你赶出去之后 谁赶他了呀 知道自己要走的 我听朋友说的 你俩吵架之后 他就去小旅馆了 地址 地址他还真没告诉我 不过我听一朋友说 他经常去七九八 跟那些姚古音乐队拍艺术照 我好说歹说都不行是吧 你今儿必须得跟我回家 就算是你要跟我离婚 咱俩咱俩得回家先拿这儿 走 我不回去 回家 你有没有女人忘啊你 我不回去 干什么呀 你谁呀你是 我是他老婆 你是他老婆 不好意思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跟我回家 现在不是回不回家的问题 是咱们俩根本不合适 我现在可以跟你回家 我还是要你能接受吗 你能接受 你妈能接受吗 面对现实吧 咱们俩根本就 压根就不合适 我没觉得不合适 难道你就想一辈子这样吗 难道你就不想为我改变吗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我们问题 最最关键的所在 你之前怎么说的 咱们刚认识那会儿 你口口声说明白我 理解我 现在呢 你要口口声说 让我逼着像你一样生活 让我变成你 如果我闻我 逼着你这儿的 我还是我闻好吗 我也有理想 可我是有个机会 你说的这些 我都能听得进去 没事应该调整一下 各自你之前的生活状态 可是你所说的理想和机会 难道就是天天要长得 无所事事的口号吗 难道你不想用现实的 实际行动来完成它吗 我们各自都退一步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再逼你了 你呢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去生活 你快三十岁了 不是十三岁 你是一个男人 你要撑起一片天 你要给我一个依靠 你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生活 哪个女儿跟你在一起 能有安全感呀 我需要想象 你可以想 你好好想 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现实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就是你需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你的理想 把握住你的机会 我在车里等你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家 我慢慢想 我慢慢想 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能没有你 我在这里等你 因为幸福从这次开始 我有太多愿 我希望你尽瘷